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陨石 它不仅巨大无比 而且从露出地表的形状判断 这颗陨石似乎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球体 科学家立马找来了几名工人来帮忙开挖 谁知当它刚准备伸手触碰 那陨石却突然发出了一声巨响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抖动 球体的表面竟裂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缝隙 只见滚滚白烟不断地从裂缝内冒出 仿佛那内部正孕育着某种未知的存在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科学家缓缓地将铁铲伸向裂缝 然而诡异的是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阻止着它继续深入 结果就在下一秒 那陨石竟又再次发生了剧烈的抖动 然而这一次却不仅仅是裂缝那么简单了 只见伴随着缝隙越来越大 那陨石表面的岩层进一块块的整体脱落 露出了一个犹如千球一样的漆黑内核 这下就连见多识广的专家也是一脸的懵逼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物质 他急忙走到陨石面前 接着便小心地将右手贴在了那光滑的球体表面 谁知当他抽回手臂 却发现手上竟沾满了黑色粘稠的不明液体 而且下一秒 他就看到了更诡异的阴影 只见他的身影如同油画般的背影在了球体表面 可任凭他怎么挥手 那人影却没有丝毫反应 就在吃瓜群众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时 那黑球竟神奇地慢慢自转起来 紧接着 那坚硬如铁的外壳便在旋转的作用下全部脱落 众人立马吓得纷纷后退 谁知随着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那黑球竟突然离开地面 慢慢飘到了空中 这下所有人都彻底惊呆在了原地 估计就算是牛顿在世 也无法解释这神奇的一幕 但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 将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只见球体一边旋转一边升空 然而当速度达到极限 球体竟如同分解般地开始撒下无数碎片 而距离最近的专家刚接触碎片 手臂就瞬间燃起了白色的火焰 众人见状连忙上前搭救 谁知下一命 紧接着 被碎片接触到的人们无一例外都瞬间爆炸 吃瓜群众们这才纷纷四散而逃 但还是有上万人当场就领了合法 而那神秘的黑球 也在超速旋转中慢慢变小 直到消失不见 然而危机并没有结束 只见那原本堆放陨石的坑洞内 突然亮起了一阵诡异的蓝光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要破头而出 而且不久后 人们又在小镇的池塘内 发现了另一颗同样的浴室